开发者你好,欢迎收看本次视频课程。 本次视频课程是云开发基础之云开发控制面板介绍及演示。 首先,我们先来看一看本次授课的主要内容。 本次课程主要内容分了以下三个部分。 一,如何进入云开发控制台。 二,云开发控制台的几个功能。 三,云开发控制台的讲解。 首先,我们先来看一看如何进入云开发控制台。 想要进入云开发控制台,首先你需要打开对应的项目。 然后在对应项目上方的菜单栏中,找到云开发的按钮。 点击按钮,就可以进入到云开发控制台。 打开云开发控制台后,你会看到以下几个功能。 一,查看数据统计。 二,管理用户信息。 三,管理数据库。 四,管理云函数。 五,管理文件存储。 接下来,我们来一一看一看这些项目。 首先,我们看一下数据统计。 云开发提供的数据统计分为两个版本,分别是精简版的数据统计和相对的更加详细的数据统计。 除了统计以外,我们还会用到云开发所提供的用户信息管理。 在用户信息管理中,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用户信息,比如它的头像、昵称、性别、城市、注册时间、最近一次进入时间等一系列信息。 你还可以在上方使用用户映称或用户的OpenID来进行搜索。 数据库管理。 云开发提供了非常多的数据库管理的功能,包括数据库信息查看、数据库条目管理、数据库权限管理等一系列信息。 你可以在数据库的界面中通过切换不同的Tab来负责管理不同的集合的具体的信息,以及管理权限、管理缩引等功能。 在云函库管理中,我们可以进行云函库的管理以及一些设置。 比如在这个列表中,你可以看到云函库的具体信息。 点击云函库的名称就可以看到云函库具体的配置项目了。 在文件存储管理中,你可以管理所有已经上传的文件。 接下来,我们来演示一下云开发控制台的使用。 首先,我们打开卫生的小程序开发者工具,找到你自己的项目。 进入项目中,等待其加载完成后,点击云开发,就可以进入到云开发的控制台。 在云开发控制台的首页是简单版本的数据统计。 在这里,你可以看到一些基础的数字,以及API的调用和CDN的流量。 除此之外,你可以看到具体的环境名称,环境的ID,以及对应的版本。 点击刷新,可以看到更新的数据。 点击入上角,可以切换环境或创建一个新的环境。 点击用户管理,你可以看到所有已经授权的用户信息和没有授权的用户的信息。 在已授权用户信息中,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昵称、性别等信息。 没有授权,你就只能看到他们对应的ID未授权。 点击这里的复制OpenID,就可以复制一个用户的OpenID。 再点击搜索,就可以搜索一个特定的用户。 这个功能在后续与数据库连用时会非常方便。 点击数据库会进入到数据库的管理界面。 在这里,你会看到数据库具体的记录、索引以及权限。 在记录中,我们可以手动添加一条新的记录,或者导入一条记录,以及导出所有记录。 你可以点击添加集合来创建一个新的集合。 可以在这里使用FieldValue的格式来进行搜索。 举一个例子,我们可以搜索Count等于2的数。 我们可以看到,通过这样的一个搜索条件,我们得到的结果只有一条,说明我们就完成了针对Count等于20的这样的一个搜索。 在存储管理中,可以看到我们所有已经上传的文件。 我们可以查看到的详情,下载或删除。 也可以在权限设置中去修改文件存储的具体权限。 在云含数中,你可以看到我们所创建的所有的云含数。 你可以点击新建云含数来创建一个云含数,或者在开发者工具中使用新建来创建一个云含数。 你可以点击删除来删除一个云含数。 在统计分析中,可以看到详细的数据统计信息,比如详细的API调用,详细的数据库使用的容量,详细的存储信息,以及详细的云含数调用信息。 同样的,你可以点击刷新来查看更新的数据。 最后呢,我们来进行课后的总结。 在本次课程中,我们了解了用户应该如何进入云开发的控制台,以及云开发控制台的几个常用的功能。 并且,最后,我们看了看云开发控制台具体的使用。 本次课程就到这里结束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。